疫情期間很多服務停擺 但是移民群體仍然可以獲得多渠道的援助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集結 洛杉磯縣政府各部門負責人 12月21日舉行線上研討會 分享鑽為本地移民社區設立的法律資源和變民政策 洛杉磯縣的移民群體佔1,000萬總人口的35% 這個比例是全美最高 因此移民對洛院來說舉足輕重 影響本地經濟、文化和民生 據洛院移民事務辦公室執行主任雷耶斯介紹 洛杉磯有39個政府部門都為移民而設 新移民入境後急於取得合法居留身份 往往會求助律師 但是由於人生地不熟容易成為移民詐騙的受害者 被沒有合法執業資格的假律師蒙騙 不僅破財嚴重的更會被遣返 每年洛院都有數百起移民詐騙案件 雷耶斯強調只有州認可的執業律師 而非法律顧問能夠提供可信的法律建議 並提醒民眾撥打移民事務辦公室移線 800-593-8222 尋求政府的正規幫助 如果樂園居民被房東逼遷 只要符合一定的收入要求 就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律師服務 幫助解決上庭等問題 疫情期間很多失業人士 而無法支付房租面臨無家可歸的困境 商業事務部分析師魯伊斯就建議 包括移民群體在內的民眾 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撥打888-694-0040獲得援助 無論有沒有身份 醫療保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樂園政府推出變民計劃 為有需要的民眾提供必要的藥物或醫療工具 詳情可到網站dhs.lacounty.gov.mhla查詢 移民事務辦公室主管夏浦就介紹了移民最關注的 夢想生法案和公共負擔新規前景 表示夢想生法案已經恢復接受申請 而當選總統拜登也表態 上任8天之內會取消特朗普政府 對公共負擔的移民限制 樂園會繼續關注後續的政策動態 隨時與移民群體分享 民眾也可以到官網 oia.lacounty.gov了解最新發展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